嗯... Ficta 最近我看到你 天涯鏡是否適合 天涯鏡是否適合 就是什麼意思 天涯鏡就是zoom鏡 通常 我覺得鏡子 立暖 即是鏡子要給一個 這樣分類 就不適合我的風格 因為那些是銷售的口問 什麼叫做天涯呢 聽說就是一鏡走天涯 由Y到Tally 都包括天涯鏡 但是我從來都不用zoom的 幾乎是 我只有一支zoom 都是Yzoom 所謂天涯鏡就不適合我的 因為我寧願一個人走 拍照的過程很過癮 如果你站在那裡 當然有些情況一定要zoom 但是我接受不到zoom的質素 以前 現在的zoom鏡都可以很漂亮 但是以前 zoom鏡最近沒有這樣 兩級光圈 還有那些鏡子 會有色散很嚴重 但是現在改善了 但是我的觀念上 我都沒有太接受zoom鏡 即是有得選擇的話 那我都會買的 遲些 因為做事的確方便些 尤其是拍攝 尤其是 因為我以前接的那些工作 我很瀟灑 周圍彈的 去哪個位置拍攝 是我自己拿主意的 但是現在 因為 我這行越來越難做 很多job都會接 包括 Event 那些 即是Event 那些 攝影的job 我都會接的 那你拍Event 有時候有些機位 是不可以讓你動的 那那些就迫著要用zoom鏡 那所以呢 就要請一個 另外一個攝影師幫忙 即是他要有zoom鏡的 是不是很鼓掌 是不是很鼓掌